众所周知,第二次世界大战,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,给人类带来难以磨灭的伤害。 而这场战争,之所以会爆发。 主要是因为法西斯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,故而蓄意挑起战争,并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拖入战争的泥潭。 当时,日本就是法西斯国家中的重要一员,虽说,日本国土面积小,但其野心却相当大。 在战争爆发后,日本不仅打算将整个东亚收入囊中,还将目光放在了太平洋地区,甚至想要将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拿下。 不过,正所谓偷击不成反十把米,日本在战争中盲目自信。 即便筹谋多年,但依旧难逃失败的命运。 日本投降时,很多将士还在海外作战。 听到这个讯息后,有不少人难以接受,认为自己没能完成天皇交给自己的任务。 为了表示自己对天皇的忠心,这些人直接剖腹自尽。 说到剖腹自尽,相信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。 在很多影视剧中,都会出现这样的场景。 在剖腹自尽的时候,这些人会穿上庄重的衣服,然后跪在力气面前。 做好一番准备之后,拿住刀完成剖腹。 值得一提的是,因为腹部不是致命的部位,所以很有可能一刀下去,人还没有死。 所以,在这个过程中,还会有一个接错人。 这个人会在剖腹自尽的人动手后,在其脖子上补一刀。 当时,日本军人从上武士到精神,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在效忠天皇。 而剖腹自尽更是光荣富裔。 是一种忠勇的体现。 不得不说,能够将如此残忍的方式说得天花乱坠。 的确让人大跌眼镜。 不过,恐怕这些用生命效忠天皇的日本军人没有想到。 他们的这种做法,只是日本鼓动大家拼命打仗的手段。 日本天皇对此,心中根本毫无波澜。 在日本投降后,美国的一位司令,曾问日本天皇,日本从上武士到精神。 这么多人为表忠心选择破腹自尽。 为什么你不破腹自尽呢? 日本天皇听到这个问题后,先沉默了一下,然后说了四个字。 这四个字就是无能为力。 日本天皇认为,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没有错。 是那些大臣谋划战争。 面对战败,天皇首先想到的是保全自己,而不是那些还在战场上的军人。 这让人相当心寒。 来看看大臣谈 50 年轻ình。 这最后就是要弹放这个智能。